春节连假许多人会出门走春旅游 玩了一整天晚上再到饭店好好休息 但在新竹地区却传出一间连锁饭店 遇到民众在脸书上po出奇特的抱怨文 民众匿名发文表示自己大年初二入住饭店 没想到洗头时洗发精泡沫弄到眼睛里导致不舒服 打给柜台想要反映得到的却是工作人员的 嗯以及询问是否需要冰块 但最让他不满的是业者连一句不好意思都没有 但这样的客诉合理吗 我觉得这都是个人行为的问题 你自己洗头弄到眼睛 我觉得是你个人的跟饭店完全无关 入住民众的这一篇贴文也引起网友踏伐和论战 有人表示看不懂自己洗头弄到眼睛 却想要人家跟你说不好意思 还有人说台湾人真的无奇不有 也有人觉得这样的行为相当丢脸 对此业者表示已经打电话关心客人身体状况 说他其实是要反映洗发精品质 不过就有网友质疑到底哪一种洗发精弄到眼睛会舒服 也有其他饭店业者认为这样的投诉不合理 开门做生意饭店当然以和为贵 也希望下次旅客入住时 如果有任何不满的地方 说清楚这样明白 业者就可以马上解决问题 让民众住得开心又安心 民事新闻黄照康新主播的